李慧英,澳门创业青年,也是澳门中华昆曲文化协会主席。 2019年央视喜曲春晚中,他和京剧大师梅宝九的弟子白金同台演出, 也因在澳门传承和推广传统文化逐渐被外界熟悉。 日前,记者见到他时,他正在自己创立并担任总监的文创品牌好时节店铺中打理店面。 茶室、服装、配饰,虽然铺面不大,中式元素却随处可见。 闲暇时,李慧英讲述了和昆曲结缘的故事。 2005年,澳门文化局举办的艺术节中,白鑫勇先生将青春版牡丹亭带到澳门。 连续三天的演出,李慧英一场都没有错过。 是我想象中那种中式的美的一个极致的表现,世界上有这么美的一个艺术门类,我就很想去学嘛。 几经辗转求失,2010年开始,李慧英先通过网络课堂学唱腔,再请老师教身段和动作。 发音腔调,肢体协调都是难关,但热爱让他坚持了下来,并在近两年逐步开始等他演出。 李慧英也通过自身努力把昆曲带入更多澳门人的视野。 由他创办的澳门中华昆曲文化协会,从最初只有两个人,发展到如今有60名成员。 几年前有机会见到白信勇老师,我还坐在他身边看戏。 我告诉白信勇老师,我说,我因为听了您的白牡丹,所以我很认真地学了。 学到现在,我是澳门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唱龟门蛋的演员,还上过很多电视台。 他说我很开心。 他说,你是我播在澳门的一颗种子。 现在发芽了,我很希望你能长大。 我们经常贴钱演出,比如说要做海报啊,要租音响啊,要做灯光,要租场地。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做的。 但是我觉得,嗯,我们值得这样去做。 慢慢慢慢经过很多推广,经过我们的演出, 起码让我身边的人知道了什么是昆曲。 昆曲其实是李慧音的业余爱好,卸下表演装发的她,是个时尚干练的创业者。 算是一个写岗,文艺写岗青年。 我自己的本业是做媒体的。 今年刚好是我苏打传媒这家媒体公司十周年。 因为自己很喜欢中华文化的缘故。 所以呢,从2018年开始,我就又有了另外一个创业项目,澳门好时杰文创有限公司。 其实她是澳门唯一一个中式的美学品牌。 谈到创业,李慧音感慨起这些年澳门创业环境的变化。 出入职场时,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李慧音工作的杂志社倒闭。 几番考虑后,她走上了创业之路,和合伙人一起创办了书打传媒。 找办公地点,寻专业人才,杂志内容统筹,广告内容洽谈。 李慧音用男字来总结。 而随着澳门特区政府对青年创业扶持力度的加大, 以及和内地交流合作的深入, 也给了像李慧音一样的创业者们更多的机遇。 澳门政府在这一块上面还是做得非常好的。 那也给了我们年轻人很多的机会。 有很多基金可以申请,包括文创基金, 包括经济局,有很多免息的贷款。 开好时节,我是得到了政府的一些支持的。 以前我们的事业只在澳门,创业可能只在澳门。 澳门的市场小呀,我们只有60万人。 就算每个人都买你的东西,只有60万。 但是你大湾区不一样,大湾区有7000万人口。 而且大湾区现在有很多便利的条件,优势, 免租金,给补贴,这已经是平常事了。 你的项目好,还有人投资,政府还很积极地帮你拉融资。 这些都是对于澳门人来说,等于是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